專櫃妝前乳 你找不到粉皮膚好質感的那一種 水量很柔焦 瞬間讓皮膚超級爆炸的提升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美 大家好 我是Kevin 今天這一支影片我們來介紹的是 專櫃妝前乳 呃之前我曾經拍過了一支影片 也是專門講這個妝前乳的部分 那支影片得到了很多的回想 我面前的這五支妝前乳 其實他們都有很好的口碑 有些呢是非常經典的商品 尤其是今年才剛上的商品 通常在開架買商品的消費者呢 你們通常是會比較要求 而立即性的明顯的效果 專櫃型的消費者呢 大部分可能會是 親手或親手以上的皮膚 可能會要求的是 這支妝前乳當中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 讓我少了比較多的妝前保濕的步驟 讓我在上底妝的時候 可以更服貼 甚至於來直接代替你的粉底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一一的介紹給大家 首先第一支 也是最近可能在話頭上 Tom Ford的這一支 時尚高定濾鏡妝前乳 為什麼說Tom Ford最近是在這個話頭上呢 因為亞斯蘭黛集團剛花了天價 收購了Tom Ford這個品牌 Tom Ford呢原本其實跟亞斯蘭黛 現在簽有了一支合約是一直到2023年 畢竟啦就是在這個彩妝的市場 Tom Ford他自己是做Fashion 那麼在美妝的這個部分呢 他會委託給亞斯蘭黛來幫他做行銷規劃的經營 但是現在這一支合約簽訂下去之後 就代表了Tom Ford的Beauty這個部分 會跟時尚切割開來 整個的所有權歸給了亞斯蘭黛 那據說那個時候跟亞斯蘭黛 搶得最兇的是開雲集團 大家都知道開雲集團旗下有Gucci 有Balanchaga 有BV 那Gucci本身也有彩妝 據說那個價錢就是因此 這樣子一直墊高一直墊高 所以Tom Ford正式加入了 這個亞斯蘭黛集團之後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 可以為亞斯蘭黛集團 帶來更多這種時尚面的感受 那麼Tom Ford的這一支 是時尚高定濾鏡妝前乳 那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品牌 賣得非常好的一支妝前乳 所以它這一款 它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乳狀的 但是一抹開來的時候啊 你會立刻感覺到 好像先有水跑出來 然後慢慢的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 好像變成一層高級的絲絨的布 它裡面透過了酪梨果的萃取 然後深海的海藻的萃取 一開始你會覺得是水的 但慢慢慢慢你的皮膚會變得滑滑的 那個毛孔立刻得到修飾 這超滑的 如果有一隻小螞蟻在上面 應該沒有辦法爬行吧 因為它是修飾毛孔的產品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的毛孔的話 我覺得這非常適合你 但如果你是屬於比較偏乾性 老化型的毛孔 那我會建議你一定妝前要先上完保濕之後 再用這個妝前乳 你會發現 哇 那個皮膚的質感變超好的 它雖然沒有潤色的效果 但是它確實改變了皮膚的質感 你看是不是立刻有那種 像濾鏡磨皮的感覺 難怪它的口碑跟銷量都一直保持的非常的棒 這就是來自Tom Ford時尚膏定濾鏡妝前乳 接下來呢 這一瓶是來自高斯 高斯雪基金旗下的 樣活UV雙重防禦勢底乳 它的防曬係數有SPF35 PA 3個加 這對於你只是一般通勤 然後可能在上班的時候 會有一點陽光灑進來的話 應該就足夠用的 它也能夠抵禦一般皮膚上面的 這種自然的氧化 它有抗氧化的作用之外 它的顏色擠出來是淡淡的薰衣草的紫 大家都記得吧 濕底乳的顏色當中呢 如果是偏藍紫色的話 它可以立刻把這個黃漆暗沉給掃除 這裡面它還加入了 他們家非常有名的Eatwa美容成分 所以它不但帶給你皮膚的水分滋潤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讓你的皮膚 能夠越來越透亮 然後即使在秋冬比較乾燥的季節裡面 也不會有乾燥的困擾 紫色的妝前乳最怕就是推完了之後 會有厚重的白粉感 最近我常常在抖音上面看到那個 韓國明星底妝翻車的那種影片 就是它可能用了這種不對的 勢底乳的顏色 然後在不同的閃光燈 或者是光源底下 它的臉突然會有一種 慘白灰白飄起來的白的那種感覺 那通常就是勢底乳沒用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很水很潤 而且非常的透 它是很清爽的那種水乳的感覺 好透 可是你看我手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變亮了 這一支我超推給這種混合 尤其是那種混合兩頰容易乾的人 這支超適合你們的 這支不錯 高絲雪基金的 樣活UV雙重防禦式滴乳 接下來這一支Dior 雖然不是今年的新商品 但是我在試用過之後 要推薦給大家 因為Dior的這一支 雪精靈潤色隔離亮眼霜隔離 隔離這名字又是Dior的朋友 我覺得現在更多的是講這種防禦的概念 所以我個人覺得現在防禦這兩個字 說不定會更貼切 我們想要帶給消費者的這個感受 但這一支呢 它的防曬係數非常的漂亮 來到了SPF50PLUS PA三個家 能夠有效的阻絕UVA或UVB 對於我們皮膚的傷害 然後呢跟他們的保養品 這系列的保養品一樣 它裡面有個雪絨花的複合物 它是全新的2.0版本 它強調的就是 它不單單只是幫你做防曬 它也有保養以及潤色的效果 它潤色的效果是什麼顏色呢 淡淡的蜜桃粉 就跟它的包裝上面的蜜桃粉很像 看到這一支包裝一定會讓你想到 我上一支影片裡面有介紹一個品牌 沒錯 就是Mac 看包裝會有點像 但是實際呢在質地上面 我推給你們看喔 它好潤喔 它的這個粉末和它的成分 都兼具了水溶性跟這個紙溶性的 雙重的防曬配方 潤色配方 所以呢當你在推開來的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它很潤 但是如果你讓它吸收了之後 它是清爽 它的清爽不像雪雞精那麼的乾爽 但是Dior呢你會覺得它是有一層水膜 是那種皮膚好質感的那一種水量 所以它裡面的這種蜜桃色 我覺得對於亞洲人非常的適合 你可以把它當成你白天的素顏霜 不但可以提亮膚色之外呢 可以抵禦陽光 甚至於抵禦你環境當中 可能會帶給皮膚的傷害 這支來自RMK的UV防護主 它是透亮雲色型 因為它同時間出了兩款 一個是透亮雲色型 另外一個呢就是比較屬於保濕型 那麼保濕型是沒有顏色的 那這一款它是SPF35 比較特別的是它有高的PA值 它來到了PA4個家 它這裡面的防曬粉末 它分成了板狀的粉末 來幫助我們修飾膚色 然後呢礦物型的粉末 以及半透明的礦物型的粉粒 所以呢它的礦物型的防曬的比例蠻高的 才可以達到有更好的UVA的這種防護值 它也是這種淡淡的珊瑚蜜桃粉 它裡面用的是RMK 它們的保養系列裡面的七種的保濕成分的注入 它的乳推開來的質感跟剛才的這個Dior的比較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潤 它屬於比較再年輕一點的質地 因為它裡面含有大量的礦物型的粉末 所以它在當下你會覺得比較白 但不用擔心 因為我剛才說了它除了原有的一般傳統的礦物型粉末之外呢 它還加進了這種半透明的 所以等到它跟皮膚貼合了之後呢 你會覺得它就變透明了 然後它強調的是它希望這個能夠在你的皮膚 不管是什麼毛孔的凹陷處啦 那個皮膚的紋理處 它都可以服貼的形成一個膜 用了它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皮膚有一種被水膜保護住的那種感覺 它對於偏乾的皮膚應該會蠻喜歡的 你平常單擦去上班 大家都會覺得哇 你的皮膚是不是剛敷完面膜了 這種其實我覺得這就是妝前乳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最後這一支呢 價格雖然比較貴一點點 來自海洋Lana Lamer的完美潤色防護乳 它的防曬係數是SPF30 那麼這一支它其實強調的就是 修護型的這個妝前的產品 你可以直接用它出門 它剛好就借在什麼你知道嗎 素顏霜跟粉底中間 我覺得它大於視底乳 然後大於素顏霜 小於粉底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有些人 每次擦了粉底之後 皮膚都會有那種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覺得上了粉底之後 反而細紋都跑出來 看起來特別鮮老 但是你擦了素顏霜 又覺得好像膚色的潤色的效果又不夠 我先擠出來讓你們看 你一定會說 啊這不是粉底嗎 呵呵呵 你會說啊這不是粉底嗎 不它真的不是粉底 因為我推開你們就知道 它強調的是這支裡面擁有了海洋 Lana他們家最招牌的這個 Miracle Brush的這個濃縮精華在裡面 也就是說是延續你的保養品的成分 好啦你看我推開它 在推開的時候啊不是粉底嗎 但是你如果把它整個推開來之後啊 我告訴你 你的膚色得到了巨大的修飾的效果 不管是有細紋的地方什麼的 它會完全浮墊 你完全找不到粉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需要膚色得到比較好的修飾 但你不想要有粉底的感受的話 這一支真的很棒 它不但有防曬系數 最重要的是它透過了品牌的這個保養的成分 讓皮膚得到了保護 你看我的皮膚 膚色超漂亮的 而且就是有一種光 是那種高級的光 超美的 瞬間讓你的皮膚質感超級爆炸的提升 我發現就是這些超高端品牌 他們所推出的這類的商品 真的完全掌握了他們那一群惠婦的心態 就是我要讓我的皮膚 呈現一種你找不到粉 但卻有好膚質的那種感覺 很好推 然後很潤 不會找到粉 完全不會帶給你皮膚的壓力 如果你也在找一個專櫃的妝前乳 你希望能夠提亮你的膚色 但是卻不留粉痕 又能夠有非常好的皮膚的保養的作用的話 以上這五支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你想要我介紹 或者是幫你評鑑哪一支專櫃的妝前乳 麻煩你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然後最重要的是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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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唷 凱文翔的美 我們在下一支專櫃 或者是開架的產品評鑑再見